人生的真相 认知 欲望与幸福 认知的层次 认知是人生的底层逻辑 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深度 认知水平越高 我们对事物的本质看得越透彻 越能跳出局限 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 感性认知 这是最基础的认知水平 依靠感官体验和情绪感受来理解世界 处于这个层次的人 往往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 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层 理性认知 在这个层次 人们开始运用逻辑和推理来分析问题 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但理性认知仍然存在局限性 因为它依赖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而这些知识和经验可能存在偏差或不足 第三层 物性认知 这是最高的认知层次 能够直达事物的本质 不受经验和知识的限制 处于这个层次的人 往往拥有超越常人的智慧和洞察力 欲望的陷阱 欲望是人类的本性 但过度的欲望会成为人生的陷阱 欲望的本质 欲望是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 但欲望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不能控制 就会反过来操控我们 让我们陷入贪婪 焦虑和痛苦之中 欲望的膨胀 在现代社会 人们被各种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欲望所包围 欲望不断膨胀 却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这会导致人们陷入一种 永远无法满足的焦虑状态 最终失去幸福感 欲望的控制 控制欲望的关键是认清欲望的本质 明白欲望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要学会区分合理的欲望和非理性的欲望 学会延迟满足 并找到其他途径来获得幸福感 幸福的真谛 幸福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 低层次的幸福 低层次的幸福 往往来自于满足感官欲望 例如吃喝玩乐 物质享受等 这种幸福是短暂的 容易消逝 高层次的幸福 高层次的幸福来自于精神层面的满足 例如自我实现 价值感 意义感等 这种幸福是持久而稳定的 幸福的真谛 幸福的真谛 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欲望层次的幸福方式 我们要学会放下对物质的执念 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人生是一场修行 认知 欲望和幸福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 只有不断提升认知水平 控制欲望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 人痛苦的原因有许多 而智商水平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人生活不开心的原因 也多种多样 并非仅仅是智商问题 人类的痛苦往往来自于欲望和现实的不匹配 有些人渴望成功 却缺乏耐心 有些人拥有巨大的欲望 却缺乏对现实的理解 因此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洞察力 对于他们的快乐与否起着重要作用 快乐并非固定的性格特征 而是一种能力 它来源于对世界真相 规律和本质的洞察 并在此基础上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 成功并不是通往快乐的唯一途径 成功之前 人们可能会经历艰辛奋斗的道路 而成功之后可能会面临孤独和压力 因此 成功并非终点 而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部分 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苦难 无论其财富 地位如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和挑战 只是表现形式各异 因此 若觉得某人生活得很好 可能是因为你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人生可以被比作天平 一端是人前的富贵 另一端则是人后的艰辛 这两者始终保持着平衡 要解脱人生的痛苦 关键在于将生活视为一种修行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在考验和锻炼我们 真正的修行并不需要远离现实 而是要在现实中体现 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我们修行的机会 是我们提升自己的道场 一旦掌握了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 我们就能自主决定自己的人生 不再依赖外界的鼓励和肯定 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是对人失去了浓厚兴趣 更倾向于独处 这并不意味着与社会脱离联系 而是意味着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行动 强者往往不受规则约束 因为他们明白社会规则往往是强者为了约束弱者而设立的 四个事实需要认清 别人的评价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水平 喜欢你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你本身 而是因为你所具备的某些特质 别人的评价只是他们内心的投射 别人对你的尊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优秀 觉察自己的潜意识和内心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与外界的互动往往反映了内心的状态 因此需要学会自我觉察和内心 生命的承载能力取决于个人的心态和态度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内心的强大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被认为是怪人 因为他们往往与众不同 他们可能更沉默 更喜欢独处 并追求精神层面的财富 对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 我们不应简单嘲笑 高欲望并不意味着幸福 而是可能带来焦虑和不满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平衡欲望 追求认知和精神上的满足 共鸣有不同层次 最高级别是精神共鸣 这需要同理心和慈悲心 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身为人类的伟大 以及自身所具备的潜力和价值 提到的三种不同层次的学问和知识传承 分别服务于不同阶层的人群 可以理解为以下 第一层学问被帝王将相掌握 这指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统治者 如帝王 政治领袖 贵族等 他们拥有高度机密的知识 用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权威 管理和控制整个社会 第二层学问被社会精英掌握 这包括知识分子 专家学者 商业领袖等社会上的精英阶层 他们可能拥有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 可以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第三层学问被普通大众掌握 这是广大普通民众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可能包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实用技能 基础教育所涉及的知识等 这些知识传承和学问传统通常是通过家庭 学校 社会等渠道传递 服务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 这种分层的学问和知识传承体现了社会中 不同阶层的特权和权限 以及知识对于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解释一下知识的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 天机 这是指高度机密的知识 通常只被权力中心统治者所掌握 比如帝王术等 这种知识的传承和运用 通常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 不对外公开 被视为最高机密 第二等级 真传 这是指传授给少数人 内部成员的知识 比如某些秘传的记忆 深奥的哲学思想等 这种知识通常只在特定的团体或群体中传承 要求接受者有一定的资质和修行 传承对象较少 被视为精华 第三等级 鸡汤 这是指普及性较强 易于传播的知识 通常包括一些励志 情感 生活智慧等方面的内容 这种知识传承广泛 通过各种渠道如书籍 网络 社交媒体等传播 面向大众 目的是启发人们的思考 激励人们的行动 被视为通俗易懂的智慧 有智慧的人通常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沉默 沉默与善言 他们不是滔滔不绝地说话 而是善于聆听和思考 他们慎重思考后才表达自己的观点 言之有物 能够深入本质 洞察事物的真相 独处与独立 智慧的人往往喜欢独处 享受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他们独立思考问题 不受外界干扰 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价值观 追求精神财富 他们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和成长 而非物质财富 他们追求知识 智慧和内在的成长 不断探索和学习 通过思考和领悟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四个必须搞清楚的事实 第一 别人无论如何评价你 都不能反映你的水平 而是反映了他们的水平 第二 别人无论多么喜欢你 跟你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你身上 具有它的某一部分特征 与其说喜欢你 不如说借助你看到了自己 第三 别人对你的评价 都跟你没有关系 那都是他们内心的投射 你只是一面镜子 投射了他们的内心 第四 别人无论多么尊重你 并不是因为你很优秀 而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而是因为别人很优秀